接下来咱们看扣除项目及其标准 首先呢 咱们看工资薪金 工资薪金这一块 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工资薪金 都准与据实扣除 所以工资薪金除了残疾人 工资薪金以外一般不涉及纳税调整 什么叫合理 12345满足五个条件 原来条件我上课的时候会讲 但是不写在讲义上 现在我觉得很危险 万一考个默写呢 所以我写在这 你也稍微看一看 别忽视它 第一个写制定了 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 有规范的工资薪金制度 每个岗位多少钱怎么定的 有什么样的补助 非常规范 第二个 它制定的工资薪金制度 是符合行业和地区水平的 如果我是搞IT的 就要高一点 如果我是在北上广深 就会高一点 企业在一定时期内 所发放的工资薪金 是相对固定的 工资薪金的调整 也是有序进行的 也就是忽高忽低那种情况 很可能是避税的需要 没有哪个公司的工资是忽高忽低 连续不断变化的 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就算是调整 一年调一次薪还是调两次薪 也是井然有序进行的 不是拍脑门决定的 第四个 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 给个人发放的时候 已经履行了 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意味着 什么 意味着这块 很可能 是正常的一个工资薪金 真正实际发放的 通过个税的扣缴系统 记忆不佐证 这块是真实发生的 你想 你比如说 咱们有的企业 好多员工花名色里 但实际上这个人 根本不在公司工作 然后也不涉及个税 全都给的工资很低 对吧 那这种情况 很可能就是什么 它就是避税的目的 设的 第五个 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 不宜减少 或者逃避税款的目的 你像咱们个人所得税 汇算清缴的第一年 2019年是税改之后的第一年 汇算清缴的时候 一进系统看 有好多人发现 自己在别处 还有工资薪金所得 自己竟然都不知道 这种就是什么呀 名字被冒用了 那冒用的那一个企业 肯定就是什么 做工资 笔税的需要了 下面呢 非常规用工的工资薪金 指的是这些季节工 临时工实习生 离退休返聘人员 他们的工资 区分为工资薪金和福利费 比如说我们企业 雇佣了一个临时工 用于什么呢 打扫卫生 在哪打扫卫生 在职工宿舍打扫卫生 哎 它就属于福利部门人员的工资 记得是福利费支出 我们又雇了一个人员 炒菜的师傅 属于职工的食堂部门 那又是福利部门 所以凡是福利部门人员的工资 说职工的理发师 安排一个临时的托拟 哎 他的工资是不是也是福利部门人员的工资 记得是福利费 而其他的销售部管理部财务部生产部等等 除了福利部门以外都是工资薪金 区分好以后 工资薪金 那就进入工资薪金总额当中据实扣除 并且可以作为后面三项经费的计算技术 如果是福利费支出 就跟其他的福利费加到一块 按工资薪金总额乘以14%限额内去扣除 他俩身份变了 规则完全不一样 另外呢就是福利性补贴支出 税前扣除 这里的福利性的补贴 如果是列入了工资薪金制度 跟工资薪金一并发放的话 符合条件 他可以作为工资薪金在税前扣除 举个例子 我们企业 每一个人都每个月有500块钱的住房补助 这500块钱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 就跟工资一并发放了 这100可不可以作为工资薪金在税前扣除 可以 但是我们企业还有福利 就是节假日的福利 过端午节的时候会发粽子 中秋节的时候会发月饼 春节的时候发点水果 那这些东西能不能作为工资薪金 不是 因为它并不是列入工资薪金制度 也并不是跟工资一并发放的 这种啊就是什么 作为职工福利费 按照限额在税前扣除 下面是劳务派遣用工的支出 劳派遣呢 看一看这些人 他的费用 他的工资薪金 我们是如何支付的 如果咱们通通的付给劳派遣公司 由劳派遣公司给这些人发工资的话 那咱们省事了 咱们支付出去的 作为劳务费支出 在税前扣除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 还要区分 他到底在什么部门工作 如果是福利部门工作的话 就是福利费支出 和其他福利费加到一块 限额扣除 其他部门就是工资薪金 和其他的工资薪金加到一块 作为三项经费计算限额的基数 下面呢就是 关于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呢在这 指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我企业 说那个小张 你在这好好干 在这如果能干三年 并且咱们三年后的业绩 仍然是能够保持 甚至比现在增长10%的话 那我就可以给你个权利 今天我就给你承诺了 说以五块钱 美股去买公司的股票 今天我给您做出承诺的当天股票的收盘价就是10 我说你可以以五块钱买 你肯定挺开心的 是吧 你是小张 你开心 我呢 也挺开心 我叫什么呀 我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我说那以后小张这个人就跟公司一条心了 就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 把公司的股价给他搞得越高越好 是吧 公司赚了钱了 小张也有收获 那么在这里 我今天授予您一个这样的权利 授予您小张这样的权利 那您我怎么税务处理啊 是不是 说啊 从站在我企业的角度来讲啊 我是等您未来三年后实际行权使 作为一项支出 可以在税前扣除 我的这个例子说的是 需要等待一定的服务年限达到相应的业绩条件 方格行权是吧 我这又有业绩又有期限 那就是实际行权使才可以扣除 因为什么 假设三年后业绩也达到了 您也一直在这服务 当年 您行权使当日股票的收盘价 假设是55 那就是55减5 相当于一股您赚了50 对于公司来说 本来在市场上可以卖55 卖给您5块钱 是不是公司一股就损失了50 然后我给您1万股 好 您得到了50万 这50万 小张您按照工资薪金交税 但是不用并入综合所得 而是单独是用综合所得税率表去计税 指的是那个年税率表啊 那作为公司来讲 一股损失50 1万股就是50万 对不对 这个50万作为工资薪金支出 在税前扣除 一定是实际行权时才可以扣 可是会计不这么做呀 会计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 是等待期三年 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都要进行合理的预计 预计未来有多少人会离职 预计有多少人行权 当然如果只是您小张自己还好说是吧 一般给到这种股权激励的应该是很多人吧 那么预计在等待期内他会进入相应的成本费用 借方管理费用 代方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可是我们税法说 那是您预计的不是实际发生的 我税法讲究确定性原则 讲究证据 于是等待期内会计上确认的成本费用 税法不认 那您就得做纳税调增 等到实际行权时 税法说可以扣除了 这时候再做纳税条件就可以了 这是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有一定的服务年限 或者是相应的业绩条件才可以行权的 还有一种情况不太常见的是 给你这个承诺以后 你立即可以行权 你比如说我今天授予 五块钱每股买公司股票 当天股票收盘价是时 你当天就可以行权 那这个时候也是实际行权时 股票的供应价值和激励对象 他俩中间的差额 作为工资薪金支出 在税前扣除 随时可以行权呢 另外呢就是年度汇算 清缴结束前支付的 汇缴年度的工资薪金 我们一般的企业 工资薪金都是本月发上月的工资 如果您所在的企业是当月发当月的工资 那我劝您好好珍惜这样的企业 这真是一个良心企业 一般来说你比如我们企业是10号 每个月10号发上月的工资 那等于2021年的12月份的工资 是在2022年的1月10号才发放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2021年12月份的工资啊 假设呢 是那个500万的话 我到底是作为2021年的 工资薪金在税前扣还是作为2022年的 税法说了 只要您2021年12月份 记题了 并且在汇算清缴前 2022年的5月31号之前 支付了 实际支付了 是真实发生的 那就准与您作为汇缴年度的工资薪金 在税前扣除 也就是作为2021年度的工资薪金 在税前扣 也是这里 下面呢 个人股票期权 个人所得税 咱们在这儿啊 做一个对比提示 首先呢 这里有不可公开交易的 还有可公开交易的 什么意思呀 小张 我刚才给到您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一般来说 我给到您的时候 值多少钱 能确定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 确定不了 很可能 我后面无限期的压榨您 您在我这儿干的一点都不爽 您就很早 可能就离开了企业 也就不会行权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权利值多少钱 一般来说不确定 那万一有那种确定的 很少 叫做可公开交易 什么意思 就是我给到您的这项权利 在授予的当天 在市场上是有公开的报价的 那这时候 比如说 我给到您这项权利 在当天值十万 有公开报价 那是不是相当于 我企业给到您一个 确定价值的财产 所以您实际在取得时 就应当作为工资薪金纳税了 值十万 进入工资薪金纳税 未来假设行权了 就不再纳税了 因为取得时已经纳税了 如果说您取得纳了税以后 还没有行权 您把这项权利给转让了 按财产转让所得计算纳税 这块了解就行 因为实物当中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更常见的是不可公开交易的 也就是我今天给您做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值多少钱 不确定 所以一般来说 员工取得时 不作为应税所得征税 取得时是不交税的 什么时候交税 实际行权时 咱们刚才举例了 实际的购买价低于 购买日公平市场价 也就是55和5中间的差额 50万按照工资薪金去纳税 在2022年的12月31号之前 不并入综合所得 单独是用综合所得税率表 去计算纳税 也就是50万 您直接去找年度税率表 计算纳税就可以了 如果您分次行权 两次以上 一个年度内去取得股权激励 要合并计税 合并计税就是防止您 分次行权 因为我们知道 用的是 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如果你分100次去行权的话 每一次都是第一档 3%扣数是零 是不是你就避税了 所以这里主要防止 分次行权的方式去避税 才规定 取得两次以上的股权激励 要把各次合并计税 那第一次正常算第二次 需要把第二次的所得和第一次的所得 加到一块整体 去适用较高的税率速扣数 算出合计的应纳税额 再把第一次的税额给减掉 就是您第二次的应纳税额 这一块要求同学们会计算 因为它可以出现在咱们 个人所得税的计算问答题当中 另外呢 就是行权日之前转让股票 按工资薪金所得去纳税 就是咱们做了一个对比提示 接下来 我们看三项经费 三项经费考试几乎必考 我统计了近十年的考评 十年考了十次 每年都考 职工福利费 它是限额扣除 限额是工资薪金乘以14% 超过的部分 永远不能扣纳税调增 工会经费 用工资薪金总额乘以2% 超过的部分 永远不能扣纳税调增 职工教育经费 一般企业 是工资薪金乘以8% 算限额 超过部分 可以无限期往后 截转扣除 所以在这里啊 凡是涉及到能够往后截转扣除的 它考试可能考当年的纳税调增 可能考第二年的纳税调件 下面 特殊企业 一个是软件生产企业 一个是合力发电企业 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 软件这个东西 不太简单 需要技术含量 职工的培训费用比较高 就不能受限8% 而是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 除了职工培训费以外的 其他的职工教育费 还是按8% 那必须要准确划分 分别核算才行 如果没有准确划分 不好意思 你也别全额了 全都按8% 限额内去扣除 合力发电企业 培养核电厂操纵员的 培养费用 这个培养费用呢 也是 整个 核电厂操纵员 它其实是咱们 合力发电企业的 最核心的技术人员 培养的成本 非常的高 它可以作为一项成本 叫做发电成本 在税前扣除 同样 必须要分别核算 单独核算才可以 这是这里啊 作为一项成本 那么曾经在税务室当中 是考过一个小细节 就是哪一个 可以作为成本 在税前扣除的 就是 合力发电企业 培养核电厂操纵员的 培养费用 下面呢 就是 这里面有一些细节的问题 工资薪金指的是 实际发放的 不包括 三项经费和五险一金 福利费 工会经费等 要求有评有据 下面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归纳总结 准与截转到 以后年度扣除的项目 职工教育经费 可以无限期的往后截转扣除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咱们一般统称广宣费 考试的时候 它是这样 就是 有的时候 它单独给您一广告费 一个业务宣传费 您需要把它俩加到一块 按销售收入的15% 或30%算限额 然后去比较 如果超标需要纳税调增 所以 他们是不单独看的 如果两项同时给出 加到一块 它俩都是无限期 往后截转扣除 保险企业的手续费和佣金 按照全部保费收入减去退保金 余额之后 乘以18%算限额 超过的部分 无限期往后截转扣除 创投企业的优惠 指的是投资于初创科技型的企业 满两年 前提是股权投资的方式 可以按投资额的70% 去抵扣它的 应纳税所得额 不足抵扣的 无限期往后截转抵扣 税额抵免优惠 结构制 节能 节水 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的专用设备 投资额的10%可以去抵扣 央纳税额 不足抵扣的 无限期往后吗 不是 可以往后5年内去截转扣除 然后公益性捐赠支出 它是当年超标的当年纳税条增 没有得到扣除的部分 可以往后截转 3年 下面呢就是亏损的弥补 一般企业是5年 今年新增的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 2020年发生的亏损 可以由5年延长到8年 至针对2020年疫情第一年发生的亏损 后面有两个10年 一个是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 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 具备资格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它是10年 还有一个是国家鼓励的限宽小于130纳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清单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可以往后截转10年 就是这两个啊 下面呢就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一般的情况我们按销售收入的15%算限额 不超过准宇扣除 超过前面说了无限期往后截转扣除 对于特殊行业 您必须要记住 化妆品的制造 化妆品的销售 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 后面两个只有制造而没有销售 发生的广宣费 你看这些行业广宣费比较多 所以限额定的高一点 销售收入乘以30% 不超过的部分准宇扣 超过的部分可以无限期的往后截转扣除 那这些行业很重要 我们解锁得税的综合题的第一句话就会交代行业 看一看它是不是高薪接触起研 15%的税率 它是不是化妆品的制造销售 算广宣费的时候用30%去算限额 它会不会告诉您职工薪酬资产总额 马上想一想它是不是小微企业 它是不是制造业 如果是制造业加计扣除 研发费用100%加计扣除 那这里怎么记呢 说化妆品不能随便用 你用的不太好的 不太合适你的水啊乳啊 或者是咱们洗头的洗发水啊 脸上会长大包 长大包怎么办 你吃药才能治好它 吃药不能用饮料 化妆品制造销售 医药制造 医疗制造 那么有没有一些企业的广宣费是不能扣的 有 就是您从来没有看过的广告 叫烟草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是一律不得扣除的 您见过烟草打广告吗 在直播班有个小伙伴说他见过 我还真没见过 一般咱们见不到 然后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啊 它是属于与生产经营无关 是不得在税前扣除的 这一块一般呢 喜欢出现在咱们综合题当中说 赞助支出 或者是在咱们文字题当中 问下列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是扣除的 哎有赞助支出 这种赞助支出呢 只要不是广告性质的 无关的是不能扣的 比如说 曾经南京税务局在急查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企业 他扣了一个赞助支出 说的是对旁边 他的一个超市 新店开业 他赞助了五万块钱 你说能扣吗 跟他的生产经营无关 不能扣 下面呢 就是筹建期间的广宣费 因为筹建期间没有销售收入 自然也就谈不上收入的 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三十 怎么办 实际发生数 记入筹办费 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记入筹办费可以在企业开展生产经营的 当年一次性扣 也可以记入长期待摊费用 按照不少于三年的期间 去分析贪消扣除 那这里我们谈到了销售收入的 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三十 其实前面开篇我就强调了 它包括我们会计上的主营 会计上的其他业务收入 对吧 还有什么 会计上不确认收入 但税法需要适同销售的 适同销售收入 那比如说将资产的产品对来计赠 它等于咱们的一二六七项 销售货物提供服务 出租资产 还有特许权雄费 主营和其他 还有就是适同销售 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一起看一下三年的数据 企业三年分别发生了 二十二十八和三十五万的广宣费 当年的销售收入 二零一九年是一百万 我们计算限额 假设它不是化妆品制造销售 医药制造 医疗制造 一般企业那就是一百乘以百分之十五 算出来限额是十五万 税前能够扣除的十五万 实际发生二十万 有五万不能扣 当年纳税调增 这五万可以无限期的往后 截转扣除 第二年 实际发生了二十八万 而限额算出来是三十万 我们这时候怎么看啊 上一年截转下来五 本年实际发生二十八 等于代扣的是三十三 而限额是三十 那只能在税前扣除三十 接下来如何调整这块 注意啊 怎么看 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 我们纳税调整 调的是税块中间的差异 也就是会计上寄了多少 我们税法上实际扣了多少 你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就不会出错了 您看会计上当年寄了多少 寄入销售费用的金额是二十八万 而我们税前扣除了多少 扣除了三十万 所以税法让您多扣两万 做纳税条件 那么同学看 当年三十三扣了三十 还有三万无限期的往后 结转扣除对吧 再看2021年的数据 实际发生三十五 限额四十五 上一年结转下来的三 等待扣除的是三十八 未超过限额三十八 都可以扣 纳税调整呢 同样调的是税块的差异 会计上是三十五 实际扣了三十八 税法让您多扣三万 纳税条件三万 那都扣除了吧 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的 余额就是零了 所以整体三年来看 实际发生的八十三 税前扣除的也是八十三 它是税块的暂时性差异 这是这里我们发现 有调增的 有调减 对不对 通过这个例子 帮助您去梳理一下 无限期往后结转扣除的 包括不是无限期 有限期的 它都是可能考到调增 可能考到调减的 下面呢就是 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啊 我们注意在这儿 我给您了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您看啊 企业它的主体啊 是所有的企业 将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 企业想发行债券这件事 一点都不容易 需要经过层层的审核 满足很多的条件 比发股票还难呢 所以如果它经过层层的审核 满足了这些条件 真正的发行债券成功了 它所支付的利息支出 一定是真实的可靠的 那就据实扣除就行了 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它的利息收入也好 支出也好 是受控的 国家是管控的 所以它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 同业拆借的利息支出 是可以据实扣除的 受控 非金融企业 咱们企业 从金融企业借款 发生的利息支出 受控 所以这个利息支出 一定是真实的 可以据实扣除 向金融企业 那么下面 非金融企业向 非金融企业借款 发生的利息支出 这个时候 可要有限制了 到底是关联方 还是非关联方 如果是非关联方的话 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可以据实扣 超过的部分呢 不能扣 您比如说 A企业跟B企业借了100万 利率是10% 同期同类金融企业的贷款的 利率是6% 那它实际支付了10万的利息 其实 不超过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是6万 也就是这10万当中有6万可扣 剩下的4万不能扣 怎么办 纳税调增 对吧 这是这里 那么如果是向关联方借款的话 相关联方借款 在这儿有一个债资比的限制 就是利率 你要遵循上面的规则 本金也有限制 什么意思呢 你想啊 我们企业如果想去融资的话 我们更喜欢借款还是股权融资 咱们不通过财务的角度 不通过您那个财管的角度 通过税的角度 是不是更喜欢利息 因为利息可以抵扣 抵税 对吧 接下来 向关联方借款 向关联方借款呢 除了有这里 利率的限制 不得超过同期同类 金融企业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还有本金的限制 本金呢 它有一个债资比的限制 债资比 什么意思呢 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说 我是A企业 在这 我是A企业 我的税率是25% 我有一个关联方B企业 它的税率是15% 我需要钱的话 可以让B给我投资 指的是股权投资 我也可以从B借钱 那我思来想去学过税法 我觉得 从B借钱比较合适 为什么 您看 比如说 我需要向B支付10万元的利息的话 这10万我可以抵税 抵2.5万 对于B企业来说 10万的利息 它只需要寄税 指的是多交税 1.5万 整体来说 合适了 整体来看 少交税了 对吧 国家少收税了 我比较合适 我可以抵税 那边寄收入寄的还少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就会加大 什么借款 而减少 本身应有的权性投资 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叫做资本弱化 资本越来越弱 这样的话呢 抵税抵得多 交税交得少 并且呢 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会比较大 那么 所以啊 我们税法呢 它是有限制的 看啊 说 从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 投资和权性投资的比例 超标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不得再计算 应纳税所得是扣除 那这里 超标 一般企业是2比1 金融企业呢 是5比1 5比1 那么现在啊 在这 我们看啊 您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们是A企业 一般企业啊 一般企业 说呢 B 是我的关联方 是我的母公司 他给我投资 假设投了100万 我跟B借钱 借了300万 我不是金融企业 您看超标了吗 超标了 相当于 债资比 是3比1了 对不对 3比1了 那么假设 那么假设 同期同类 金融企业的贷款利率 是5% 我实际支付的时候 按10%支付的 我们同学看一看 最终实际税前 能够扣除的利息 是多少 那也就是 先看本金 本金是 最多2比1 也就是 200万 乘以 金融企业的利率 百分之 能够扣的是 10万 而我实际 发生的利息 是多少 300乘以10% 是30万 超标的20万 做纳税调增 这就是债资比的应用 我这边 纳税调增了 20万的 那么对于 我的关联方 母公司 B企业来说 他收到的利息 计入他的 应纳税 所得额的金额 是多少 全计入 这里 包括 符合规定的利息 也包括 不符合规定的利息 也就是 不能因为 这个利息 不符合规定 我这边 做了纳税调增 他不计入 他计入的是 全部的 30乘以10% 等于是 30万都计入 因为税吧 在这说了 但是 关联方借款 也有例外情形 因为 双方不一定是 有猫腻的 双方 也很可能 是非常 纯洁的关系 比如说 如果能够提供 相关资料 证明符合 独立交易原则 那这个资料 不就是 特殊事项文档吗 具体的来说是 资本弱化的特殊事项文档 第十二章当中规定的 或者是什么 它的实际税付不高于境内 关联方 这时候可以不用考虑债资比了 那 同学们看一看 我给大家举例了 说 什么样的情况叫做不高于境内 关联方 您看 A企业 它的税率是25% 从关联企业B借了100万 利率是10% 因此支付利息10万 B是收取利息的一方 那么 假设第一种情况 B的税率是25% 我们看整体 有没有 少交税 国家有没有少收税 并没有 因为 A 抵税 抵了10乘以25% 2.5万 B交税 10乘以25% 是2.5 这样的话 整体没有使得国家少收税 所以 这种情况叫什么 叫他俩的实际税负相等 不高于吗 是的 不高于 再看第二种情况 B的税率是30% 这边 少交了 2.5万的税 这边 多交了 10乘以33万的税 整体使得国家 还 多征了 0.5万的税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 他的实际税负 不高于境内关联方吧 是不是 小于境内关联方 第一种情况 是不是等于 这是小于 没问题吧 国家是欢迎的 你整体使得国家是 多交税的 所以没问题 那就 没问题怎么办 不用考虑 债资比 所以 第一种情况 等于和第二种情况的 小于 都是不用考虑 债资比的 第三种 我们看 就是我刚才 最初举的例子 当B的税率 是15%的情况下 A 抵税 抵了 2.5 B 交税 交了 1.5 整体 使得国家 少收税了 对吧 那这种情况 叫 他的实际税负 高于境内关联方 那就需要满足 债资比的规定了 而第一种情况 和第二种情况 是属于利益外情形 不考虑债资比 这是这里 那么 紧接着 我们再看 如果是非金融企业 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呢 如果是股东 我们认为有关联关系 需要满足债资比和利率 两个条件 如果是股东以外的人 比如说员工 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话 他只需要考虑 不超过金融企业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 计算的数 就可以了 不用考虑债资比 那在这儿啊 我一定要再和同学们 强调一下就是 我们刚才谈了利益外情形 对不对 这个利益外情形 指的是 企业的实际税负 不高于境内关联方 对吗 是的 在2020年的综合题当中 考到了利益外情形 非常重要 我之前就一直在说 或早或晚会考到 2020年就考到了利益外 考到利益外情形的话 实际上就不用考虑 债资比的限制了 那么这里怎么考呢 要么就是 他在题目当中说了 说能够提供资料 证明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实际税负 而实际税负怎么看 我们说税率是衡量税负 轻重与否的重要标志 但是税率和税负 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 我再点一下 您就明白了 您比如说刚才 那两个企业都是正常盈利的情况下 A是25% B是15% 是不是我们就认为 他的税幅要高于 他的关联方15%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我举个例子 您就明白了 您比如说 A25% 他的关联方也是25% 我们看上去税率是相同的 但是B企业 这个关联方B啊 他处于一个巨亏的状态 也就是他是做收入的一方 但是他巨亏 这点收入毛毛雨 计入以后仍然不交税 你说他俩的实际税负还相同吗 不相同了 此时我们认为 他的实际税负高于境内关联方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的关联方正在享受税收优惠 比如说三免三减半 他现在是免税的 你看虽然寄了收入 但免税 是不是也证明 他的实际税负高于境内关联方了 高于 高于的话 还能例外吗 不能例外了 所以考试的时候怎么办 看一看 是不是考例外清醒 一提供资料证明符合独立交原则 二在税负这做文章 需要您综合考量 他们的税率 以及盈利亏损的状态 以及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这是这里 那么在2020年考到了例外情形 2021年考的是一个正常的 纳税的情形 就是正常 非例外情形 让您去做纳税调增的 下面第五项呢 是公益性捐赠支出 公益性捐赠呢 一定是通过规定的渠道向 规定的对象进行的捐赠 咱就不啰嗦了 那接下来 它的扣除规则 企业当年发生的 还有以前年度 截转的公益捐赠支出 不超过当年利润总额 12%的部分是准宇扣除的 而超过的部分 可以往后截转三年去扣 截转扣除的时候 先扣以前的 再扣当年的 举个例子 我们企业 当年实际发生了150万的捐赠 但是当年的利润总额是1000万 1000万乘以12% 限额算出来是120万 等于第一年只能扣120万 超标的30万 可以往后去截转 假设这是2019 那么是不是可以往后截转 2020 2021 2022这三年 现在到了2020年 假设2020年 企业 公益性捐赠的限额 限额是100万 然后企业实际发生了 比如说发生了 120万 以前年度还截转下来 30万 一个是120 一个是30万 好 那么当年的限额是100 这100万怎么扣啊 有顺序吗 有顺序 是先扣当年发生的120 剩下的20万往后三年 这30再往后两年 这样吗 不是 而是什么 对纳顺人有利的原则 先扣2019年截转下来的30 还剩下70 扣的是当年发生的 120当中的70 那当年发生的120 扣了70 还剩下50 再可以往后截转三年 也就是2021 2022 可以截转到2023年去扣除 它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呢 我们看全额扣除的捐赠 全额扣除有两大块 一大块是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 可以全额扣除 另一块呢 就是疫情期间的捐赠 对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 前面增值税 咱们其实涉及了 如果是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 是可以免税的 增值税啊 对外捐赠 赠送 它属于视同销售 即便是用于公益事业 也要视同 但是目标脱贫地区 免 而这里 起税是全额扣除 下面呢 就是 今年教材新增 实际上它是老政策新收入 指的是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或者现以上人民政府等 捐赠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现金和物品 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 全额扣除 实际上这条政策现在已经截止了 另外呢 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 捐赠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物品 注意直接捐赠是物品 可以全额扣除 如果直接捐赠的是现金 不能全额扣除 下面 非公益性捐赠 以及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 或者通过盈利机构和个人的捐赠 是不得在税前扣除的 那么下面呢 就是对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 如果捐赠的是非货币资产的话 这时候分解成两个业务 一个是相当于转让非货币性资产 然后再用转让的钱 去捐赠 所以在这儿 把资产的产品对外去捐赠 你会发现 税法上需要视同销售 确认收入 因为所有权发生了变化 在企税这儿 凡是资产的所有权发生变化 就需要视同销售了 而会计上将资产的产品对外捐赠 不需要确认收入 因为它没有相关的对价收回 不符合收入的确认专则 这样的话 税快就有差异了 一会儿呢 咱们再说这件事 在说这件事之前 谈一个什么呢 就是今年新增的 在非货币性资产捐赠的过程中 发生的运保费等 它怎么处理 凡是纳入了捐赠票据 作为公益性捐赠支出案 规定在税前扣 比如说捐赠了非货币性资产 价值100万的库存商品 其中发生了1万的运费 如果1万的运费和100万开到一块 开到公益性捐赠的票据当中了 那么这101万 作为企业的捐赠支出 按规定税前扣出 如果是全额 那就全额扣 如果是限额利润总额乘以12% 限额内去扣 如果这1万运费 没有进入捐赠的票据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作为企业的一项费用 在税前扣除 也就是只要有贫有据 它是可以扣除的 那1万作为 比如说销售费用等等 在税前扣除 这样明确以后 就避免有些企业说 哎呀我这个捐赠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是不是与生产经营无关 是不是不能扣啊 胆子小的人就没扣了 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扣除的 下面呢就是 接受捐赠资产价值的确认 接受捐赠的货币性资产 就按实际收到的金额计算就好了 如果是非货币资产 按公允价值来进行计算 所以在这儿 将资产的产品对外去做公益捐赠 实际上税块差异比较大 第一个 咱们前面说了 应当视同销售指的是企业所得税 视同销售确认收入和成本 比如说企业用 市场价值不含税100万的货物 对外捐赠的话 它的成本是60万 我们第一步需要视同销售 确认一个收入100万 结赚一个成本60万 相当于净调增40万 因为会计上不确认收入 也不结赚成本 对吧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是咱们税法上认可的捐赠金额 和会计的捐赠金额是有差异的 我们税法前面说了 按照产品的公益价值去确定 对吧 翻译一下 您看 接受捐赠方按照公益价值去计算 那咱们捐出去的一方 也按公益价值去计算捐赠的支出 那么另外用资产的产品对外捐赠 投分送增值税需要视同销售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咱们这边相当于把自产的产品 卖的钱去捐赠 卖了多少钱 113万 对吧 因为增税需要视同销售 而会计上呢 会计是怎么写分路 会计的分路咱们写一下 是不是 借方营业外支出 贷方是什么 捐赠不确认收入 但是我的库存商品捐出去了 就不能在账上继续存在了 就得从账上转出了 否则账时不符 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是多少 是 多少 成本对不对 成本是60万 然后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对吧 有一个销项税额 是多少 算增值税销项税额的时候 咱们是用 100乘以13% 是13万 所以营业外支出 会计上记的是73 而我们税法记的是113 也就是税法认为我们实际捐出去的是113 可是会计是73 您说怎么纳税调整 税法让您多扣 是不是纳税条件 纳税条件 多少 40 第三步呢 第三步呢 税法上认可的捐赠金额是否超标 我们税法上认可的捐赠金额是113 假设我们利润总额的12%算出来是100万 限额是100万的话 是不是第三步超标的部分要做纳税条增 也就是条增13万 所以我们会发现 第一步 适同销售做一个净条增40 第二步 税法认可的捐赠和会计捐赠金额中间的差异做纳税条件 第三步 税法认可的捐赠金额超标13万 做纳税条增 它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步骤来的案 下面呢 咱们同学看这道多选题做的不太好 6.12%的证据率 下列说法当中 符合企业所得税相关规定的有 A 且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超过扣除限额的允许 无限期截转到以后年度扣除 是的 没有 银线的限制 却相必 且发生的符合 确认条件的实际资产损失 在当年因为某种原因 未能扣除 可以准与截转到以后年度 这个错了 这里 实际资产损失是可以追捕到损失发生的年度去扣除的 但是 追溯的期限 一般不得超过五年 特殊情况 有几种情况 政策原因等 需要报总局批准 所以这里不是截转到以后 而是往前追 C 写筹建期间发生的广宣费 按实际发生额 计入筹办费 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没问题 选项D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凡是实施后立即可以行权到 可以根据实际行权时 股票的供允价格和数量 计算确定 作为工资薪金在税前扣除 是吗 不是 而是实际行权时 公允价格和 员工实际支付的价格 买价中间的差额 再乘以数量 才是咱们真正的支出 对不对 并不是白给的吗 这块错了 这样的话 这道题啊 咱们选的是 A和C 注意选项D 它是价格的差额 指的是当日的收盘价 供允价格和实际支付的价格 实际支付的价格我们叫 授予价 叫失权价 也叫行权价中间的差额 就是我的举例 55和5中间的差额 下面咱们同学看 这道多选题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 准与税前据实扣除的有 A 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 一方受控就可以 选项B 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 金融企业受控可以 C 金融企业的同业拆解利息支出 可以 选项D 且经批准发行的债券利息支出 它是符合了相应的条件以后 一定是真实发生的 据实扣除 ABCD 下面我们看这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收入能够作为 广宣费扣除限额 基数的有 A 销售货物的收入 它寄的是营业收入 住营或其他 转让固定资产的收入 资产处置随意 不计入 选项C 提供劳务的收入 主营或其他 选项D 出租包装物取得的租金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一般来说呢 是 那这样的话 ACD 等于计算广宣费 它的基数 业务招待费的基数 实际上是会计上的主营业务收入 会计上的其他业务收入和 会计上不确认收入 但税法需要视同销售确认的 视同销售收入 这三项 下面咱们看这道单选题 某企业财务资料显示 2021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取得收入2456万元 这是它的销售收入 不含税的 另外销售低值一号品 取得收入220万 这个相当于是其他业务收入 220万 收入对应的成本是1746 期间费用税金及附加200万 我们在算利润总额的时候 前两项收入加成本费用税金减 营业外支出90万要减 其中70万元为公益性捐赠支出 那这70万我们要算一算 有没有超标 上年度企业自行计算的亏损是80万 经税务机关核定的亏损呢 是50万 说企业在税前可以扣除的捐赠支出 税前能够扣除的捐赠支出 是不是我们需要去算一个捐赠的限额 而捐赠的限额等于利润总额乘以12% 那么利润总额就是两个收入减去成本1746 减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200 减营业外支出90 减不减亏损 不减 算利润的时候 就是这些 不考虑亏损吧 减完之后乘以12% 咱们看啊 算出来的利润是640 乘以12%是76.8万元 而实际发生的捐赠支出是多少 是70 那等于没有超标 所以可以据实扣除 这道题问的是可以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 那就是70万元 如果这道题让咱们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呢 那就是什么 前面咱们算出它的利润总额是多少 是640 再去捡什么 捡去税法 认可的亏损 50 对吧 没有税块差异的调整 捡完之后 是它的央纳税所得额 再乘以税率 是它的央纳税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就像这一样的央纳税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640